我的專長是心律不整的治療 還有截律器的脂肪 心律不整其實範圍很廣泛 從最輕微的這個覺得偶爾心臟多跳一下 少跳一下這一種也算是心律不整 到最嚴重的在馬路上突然的猝死 這個也是心律不整 所以它的範圍非常的廣泛 那只要病人自覺覺得心臟有跳動不規則 或者是太快或者是太慢的 都有可能是心律不整造成的 那這個也都可以到門診來諮詢 如果各位鄉親有心律不整的問題 或是感覺心悸胸悶 甚至心跳太快太慢的問題 都可以到我的門診來諮詢 謝謝